保安鄉立教室 基盤保安鄉小小的藝術家 維度作品《正電話動》 對中選出有定的作品 在藝術館三老地方文化館展出 希望透過電欄 讓孩子組織和保養維度的行處 讓藝術文化向下載金 保安鄉小小的藝術家 維度作品《正電話動》 賣二十八年 希望透過電欄 保養小朋友還是維度的行處 和親敵藝術所用的基礎 這次前段主題是 我的家人該閱讀去 希望透過小朋友 外出到家裡的人一段的活動 對中能夠看到 孩子對家裡的人的情感 到家裡時的情形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 就有外套 將孩子在家裡時 所謂回到的事情外出 透過家裡不可以 讓小朋友的時間變得更多 也能夠計劃孩子的無憾鬆鬆 近一步感受到 更多家裡的處理 今年是第一十八年了 我們希望培養孩子們的學畫興趣 然後我們今天有選出 五十件有等作品 在圖書館展出 小朋友的話 這種作品都是很繽紛 分別這次的主題有兩個 就是我的家人還有閱讀去 然後看到很多小朋友畫出 家人在一起的情況 還有互動 吃飯還是一起運動 那也就是希望 在念書之中 帶一點就是增進親子之間的感情 就是希望我們的孩子 能接著活動 然後培養出小小藝術家 希望就是一些文書的氣息 這樣子 看著自己的藝術品的展覽 每次都很開心 感謝公司有這麼好的話 我畫的是 閱讀去 我要傳達的是 我和安天班的好朋友 一起在閱讀 然後很好玩 然後很快樂 這幅畫主要是講說 我很希望在那種 櫻花樹下閱讀 比較有燙 這樣粉粉嫩嫩的感覺 所以希望我以後 可以去日本的時候 可以坐在櫻花樹下閱讀 這次的寶寶小小 結束家蓮店 電機到5月30號 歡迎有鄉主的民眾 全翁特殊館三樓電 本文化館 再會來欣賞小朋友 孫真可愛的創作 新中華新母初中親寶寶寶 蔡宏博德